哈… 你一定我瘋了都不斷 才不是 是因為我現在在紅黑山 因為我現在要來吃 紅塞雷的海山蕊 所以馬上就跟著我們進去囉 走 看到面前這一桌滿滿的海鮮料理 我都已經不知道該從何開始 所以馬上請到我們的陳老闆 來幫我們介紹 陳老闆 你好 你好… 你們這桌上 真的是滿滿的海鮮料理耶 你會幫我們介紹一下你們店的特色 特色 招牌嘛 裡面有六種料 招牌海產粥 招牌海產粥 既然是招牌肯定一定很厲害 好 我馬上要來試一下你們的招牌 先喝湯 好 先喝湯 湯頭是清淡的嗎 湯頭非常的甜耶 除了你可以吃到海鮮的鮮甜 新鮮的味道 主要是它還有一些那種 感覺是蔬菜的清香也進去了 所以我現在來試一下你們那個 粥羹的料 天啊 真的好懷念這種好滋味 這個我已經多少年沒有吃到了 不想哭了我的年紀 可是這真的好好吃 而且我發現你們這一碗粥 剛剛雖然講到你們的用料很澎湃 可是吃起來真的特別好吃 比外面都還好吃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配方 其實材料新鮮最重要 材料新鮮最重要 你不新鮮的話 你怎麼煮 它還是有那個燥車的味道 好 那接下來在我們面前 還有這一碗粥 這一碗是什麼 金木鱸魚粥 我有發現啊 你看看 這切片 對 可是你們切片也特別厚耶 不是像那種外面薄薄的一片 不能太薄 太薄到都散掉了 沒有口感 我來試一下你們的 你說這叫金木鱸魚 金木鱸魚 金木鱸魚 好 這個是引南部才有 比較有口感 它的那個 它的魚肉是屬於比較有Q度的 比較彈的那一種 然後你吃下去 它的魚皮還可以吃到 一些些的那種膠質 我記得鱸魚的營養成分很高耶 很高 很多那種生病完以後 然後大家都說 應該要吃鱸魚報一下 對 住院啦 開刀啦 對… 它的修復能力很強 那在我們面前還有其他的 這個是蚵仔煎嗎 蚵仔蛋 蚵仔蛋 蔥花蛋加蚵仔 那這樣不錯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怕 那個蚵仔煎的那種蛋糊 就是那個糊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就是 你可以直接吃到完整的 蚵仔加蛋 我試一下的味道 先吃看看 你看這個側面都可以看到 這蚵仔都好大顆 很飽滿耶 大顆的 而且現在冬天喔 現在冬天要 蚵仔要肥不簡單 可是你們真的是煮完以後 它還可以這麼肥美 然後你咬下去 你可以吃到那個蚵仔 飽滿有爆漿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那個蛋 你真的厚度可以吃到 很濃郁的蛋香 除了滿滿配料的海鮮粥 店裡還有很多單點菜色 也都是大份量的新鮮海產 陳老闆說 最推薦吃原味的 可以直接品嘗到海鮮的鮮甜 真的是五千吃到大魚 在這裡你可以吃到 就是它不需要用 多餘的調味料去搶到 你在這裡都可以吃到 這些食材的新鮮的鮮味 這在北部真的很難得耶 真的是火太深了 所以趕快來這裡吃個海鮮尾巴 今天謝謝我們的陳老闆 謝謝 謝謝